嘿喲 聊四季 天梯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我們要看CCE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兩位選手 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這個天空熊 蘇拉庫瑪 那他現在分數是2272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MBL 他分數最近掉到2600分 這個一看差距就知道MBL 其實是很高分的一位玩家 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這邊 特別容易出事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MBL 跟天空熊的這個實力差距 大概落在哪裡 那稍微解說一下 台灣現在最高分數好像是2400分的Z40 他之前已經有一度高到2415分 最近有點掉下來 不知道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回到2400分 那其實回到2400分 就已經跟Dank 跟那個 誰啊 分數很像 跟那個 Dago 他們分數已經差不多了 那再更上面 就是MBL 跟Hela 跟Viper 還有Jordan Dout 這些玩家了 那其實台灣的程度 已經快要接近到這個S級玩家的 這個分水嶺 但我覺得 現階段來說 可能要打到跟他們一樣S級賽事的話 還是有點困難 可能他再連個一年兩年 可能就可以看到台灣的選手們 可以藏住在這個S級的戰士裡面 好 我們先來回到比賽中 那這群是Solakuma 應該是玩隨機 選到這個希希蟻人 那希希蟻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 還有這個鎖之甲騎士喔 而且他還有這個 特別的 橙樓 箭塔 那這個橙樓呢 可以使用170石頭蓋一棟 所以一開始 希希蟻人石頭會多100 來補正一下他這個 橙樓的 蓋橙樓的缺點 那這個希希蟻人打法 後期是比較主要打這個 鎖之甲騎士 還有這個 薩金特 這個衛兵 還有後期的這個 強弩 強弩跟重型投石車 也是他後期的一個選擇 但是這個 方面呢算是 真的走 走投無日的時候才會去打的 基本上主要還是走這個 鎖之甲騎士為主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一開始的資源 攜帶量就可以多加3 所以他前期資源的經濟加成就還不錯 因為村民可以攜帶量夠多的關係 才不用這樣一來一往 去減少這個路途 減少這個路途呢 我們就可以多採資源了 增加這個 資源的採集率 所以阿茲特克人算是 資源收集率很強的一文明 那瑪雅是僅次於 阿茲特克人南美洲文明的 這個採集率我覺得 那阿茲特克人來說 他的採集率是第一名 南美洲文明來說是第一名 哈哈哈 那為什麼老英國會這麼強呢 這主要是因為老英這個單位 他的黃金造價很便宜 只需要50黃金 然後肉只要25 那這麼低的價格 就可以產出這麼多的單位 跟騎士比起來的話算是很省的 而且南美洲文明的經濟來說 又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相輔相成 讓這個阿茲特克啊 或是老英國 瑪雅 或印加 這些文明都有一定的這個 勝率在 那阿茲特克人最特別的 還是他的這個 龍貫戰爭 龍貫戰爭的一個用途 然後可以讓他的步兵攻擊力 多加4 非常的硬 非常非常的痛 這個狼牙棒敲下去 會頭破血流的那種 那即使不出 狼牙棒這個暴勇士 出這個槍兵啊 或者是出這個 老英 傷害都是非常高的 那阿茲特克人 除了打步兵以外呢 也可以打這個戰毛兵 戰毛兵有這個直毛器 可以多加一攻的射程 還有一攻傷害 跟這個帝王戰毛 其實傷害是差不多的 只是血量比電玩戰毛少了一些而已 好這邊天后熊撞TC 尷尬了 MBL直接秀了一波 天空熊居然黑暗時代就送刺喉 這也是天空熊最近在練的東西 就是他的一個前期穩定性 還是沒有像S級文明 那麼穩定的感覺 有一些小小細節 不該犯的失誤還是會出現 那為什麼S級的選手們 還是會這麼強 是因為他們失誤率比較少一點點 其實他們的一個前期後期 小跟控制力喔 其實是只差距這麼一滴丟而已喔 但是他們這些細節操作都是打得很好的 好那來看到阿茲特克人這邊老鷹 這邊稍微戳一下 想要把他的木槍給戳掉 但天空熊木槍還是被蓋了起來 那MBL也是選擇了均勻開 廢話他也只能均勻開 不然還能開什麼 好這一定是觀眾的 幹話 但不一定啦 阿茲特克也有可能攻兵開 但我目前覺得喔 阿茲這邊有可能會先再按幾隻勞鷹喔 封建斯坦按幾隻勞鷹 然後出去標個一波 現在要打棒棒的話可能會有點慢了一些些喔 所以這邊應該是勞鷹開 或者是工兵開 那如果是兩個人這個時候下採礦皇帝 那有可能是工兵開了 好這邊勞鷹沒有按 下的是射箭場 果然 天空熊這邊也是工兵開局 那吸吸引人的工兵開局要注意一點的是 雖然有強弩喔 但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打到帝王時代的話 如果真的要出到強弩的話 還是要搭配一些單位喔 像是騎士啊或殺金特衛兵喔 去做一個肉盾的防守會比較好 只出強弩的話威力還是不太夠的 那前期的部分的話 當然要出多少工兵啊或毛兵 都一定是沒問題的 好這邊拉了一隻槍兵 先看一下MBL的開局 好這時候天空熊已經看到了 軍營配上射箭場 結果先按下去的是老鷹啊 老鷹還是要按了一隻 射箭場取消了 哇裡面的工兵取消了 然後再補了一隻 他剛剛是猶豫了嗎 他不確定裡面藏的是什麼兵喔 結果裡面藏的是毛兵 好 果然阿茲還是要按一下老鷹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壓制力才比較夠一些 畢竟這也是阿茲特克人的特色 但是這個鷹刺猴要特別注意的是 在跟對方的尤馬 刺猴打的時候 他的攻擊力是會數的 他只有四攻而已 那刺猴的話一般來說是五攻 那如果點下品種之後 這個刺猴的話會更有威設力喔 因為血量來說的話是多了 一般的刺猴五滴血 好那這邊看到阿茲特克 直接拉一隻弓兵 然後兩隻刺猴開始潛壓 像高手們的對決 都在這個封建時代就已經開打了 好這邊想要來蓋一下房子 欸 直接走得過去 尷尬 天空熊這裡 你看這個細節沒有搞得很好 就有時候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反應到 如果是MBL阿 或者是VIPER他們都會第一時間 欸看到房子GAP下去喔 就趕快拉回來 這個有很多細角 台灣的選手們喔 就是 比較 怎麼說呢 可能是經驗不足吧 畢竟MBL他們已經打了 少說有六七年起掉了吧 他們打的時間真的夠長 台灣的選手可能 這是 這三四年才 不要說三四年啊 四五年吧 可能年 年資來說還是差了一兩年 那這一兩年差距可能還是差距蠻多的喔 個人感想 只是個人看法 這不是真的一定是這樣子喔 我要特別解釋 這只是我個人看法 當然一定每個人看法不同啦 但是這是我單純的自己個人經驗判斷而已 那也是因為 也有可能喔 國外的環境就是比較好嘛 畢竟國外的戰隊 世紀帝國戰隊已經成立了很久 台灣這時候才剛成立 還不到一個月 所以這個發展史來說 台灣確實經驗來說是少一點點的 看到這邊MPL高地毛兵互射 工兵沒有繼續前耀 只是散高地給壓力而已 主要是以毛兵跟老鷹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那西西里這邊是決定要往後拉 蓋個兵工廠 這邊看不到去挖了金礦 那這邊挖金礦也不知道幹嘛 出工兵的話也打不贏這個組合 毛兵配老鷹這個組合很難受 這個組合只能靠出大量的肉碼去解 但這時候天空熊卻沒有下馬就 反正是下兵工廠下爵士好見 先去點一擊射 然後待會可能還是會下一個馬就吧 不然這個組合只靠毛兵是不可能解得乾淨的 甚至還有可能會被老鷹一直壓制打 而且MBL這邊已經點下一防了 他這個刺頭點一防 這個就代表說他是要來兇他 如果天空熊這時候還沒有注意到自己被兇的話 很有可能會出事 好但這邊村民反擊打得很漂亮 利用自己村民有三共三害 反殺了對方兩隻老鷹 而且把殘血的村民拉到了城鎮中心裡 這一波交換天空熊算是大優 因為沒有死任何一村 這一波交換是換得非常好 而且毛病也換得差不多 點一擊射非常有感 居然不用刺猴就打了回去我的天 後面這隻殘血的村民能收得掉嗎 欸沒收掉 MBL這邊又慘遭了痛擊 現在可以看到天空熊的村民術現在是領先的 而且剛剛用那些村民殘血的 都跑去哪裡種田 細節細節細節 天空熊這波交換打得非常好 那這裡還是沒有下馬舊 這邊是灑了更多的農田 靠毛兵可以打成這樣子已經很不容易了 而且還是高打低 對面MBL是高打低還打成這樣子 這招其實台灣選手實力也是不弱的 只是需要更多年的時間累積 還有這個贊助商人 大力贊助才可以讓選手們好好的練習 跟發展 不然其實天空熊跟Z40還有雲大他們 他們打比賽其實就是有點算是 算是打好玩的嗎 也是要煩惱生活 沒辦法專心在比賽上 那現在像維恩他們有贊助選手們 所以其實 讓台灣的職業選手環境 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一兩年 台灣選手們就有可能會打出成績來了 這是我蠻有感嘆的一件事情 台灣世紀帝國 已經走過了二十幾個年頭 居然現在跑出了職業隊 以前 打網咖還要投十塊錢 十分鐘的那個年代 玩世紀帝國 沒想到已經壯大的神這種地步了 好 那這邊農田已經點下了 一級農一級木 那西西里這邊早就已經點下了 天空險是蠻早點的 所以現在目前經濟來的時候 西西里是還不會輸的 但如果這邊可以偷個輪軸技術就好了 但沒有辦法 現在被壓得很慘 這裡要趕快盡快生他城堡時代 輪軸技術是其次的 好 看到這邊老鷹跟毛兵一直在兇 MBL這邊兇得有點 怎麼說呢 算一一不明嗎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一直要兇這個果子 這果子這麼重要嗎 他也可以打左邊金礦處啊 對不對 這也是MBL有時候 我有點看不太懂的地方 可能他有他的堅持吧 或是MBL教他 要兇就兇同個地方之類的 欸兇到了 真的兇到了 兇到一村 兇到一村就還能接受 就有點賺了 但村民處來說 還是大概輸一村左右吧 因為剛剛MBL 有稍微斷村一點 你看這個DC Delay Delay大概10秒多鐘 好 那先升到城堡時代的阿茲特克 可能會直接升英勇士喔 那西西里這邊可能會直接殺騎士了吧 直接打騎士也沒問題 英勇士要升一下嗎 還是要先戰毛兵呢 先點二級目 劍羽 OK先走戰毛路線 這部先升英勇士有可能在提防西西里的騎士喔 MBL這邊觀念非常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要先升英勇士喔 那這邊是先升二級射 待會再轉這個毛兵 戰毛兵 然後後面再轉出阿茲特克的長槍兵 好像也沒問題 而且阿茲的軍營的生產速度很快喔 補槍變速度也很快 終於打雙線了嗎 好看到 這邊老鷹跟村民互打 這邊收掉一隻村民 OK沒有完全兇這裡了 這樣就打得還可以了 好 那現在天空熊黃金礦被鬧的關係喔 騎士 沒有辦法很好產出來 這個真的一被鬧之後黃金就受不了了 好 好 騎士 如果沒有被鬧到黃金的話 騎士可以再按多一點的 現在黃金礦被控可能待會就要斷騎士了 好 村民現在天空熊被殺了山村 反超路過去 MBL這裡也補下英勇士的升級 護衛技術也補下了 那待會阿茲特克可能可能會再補一下異攻吧 這攻擊力可能要先補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看到老鷹的狀況 看到騎士的狀況下 先生防禦不太明智 我覺得是出老鷹的狀況 好這邊可能要再稍微農一下 騎士出來爆砍這些毛兵 OK 攻擊先補了 這就是阿茲特克老鷹的一個重點 對方出老鷹的時候先補攻擊力 而不是先補防禦力 後面再補下升旅 是比較好的一個搭配組合 騎士直接爆砍一波 砍爆了所有的英勇士 好 那天空熊稍微走出自己家裡 這邊是有賣掉石頭嗎 怎麼好像有賣石頭的感覺 賣了兩百石 是啊 剛剛沒有智慧看買賣 好 那天空熊 騎士準備要來出場 要怎麼打呢 烙印還在這邊隨便 修這邊先補一個 那這邊補一個修道印好處 待會可以補這些騎士的血量 還可以去撿生物 那待會天空熊這邊 殘血的騎士都要放在家裡 讓生女去補 好這邊看到生女沒有第一時間抓 有看到 還是先抓掉生女 OK 好再抓掉一隻殘血的村民 往後走 沒有走到上面 上面有成人中心 目前MBL3TC開農 但是這邊抓到村民樹其實還不錯 已經抓到了一些 好像這個半血的 騎士就可以先拉回去了 好家裡騎士要繼續出 好MBL這邊3TC開農沒關係 所以造成食物量不太夠 黃金也不太夠 還有出這個老鷹喔 但老鷹跟生女還是要繼續按 尤其是生女喔 生女絕對不能斷的 修道院現在狂龍按生女 除了去撿生物之外 還要趕快去遭對方騎士 那阿茲特克人撿生物也是相當重要的 只要每撿一個生物 都可以增加33%的黃金生產 所以他撿43個生物等於4個生物的效果 所以阿茲特克人一定是要撿生物的 這個沒毛病 好那天空熊這時候補下了石頭 石頭這邊開一下採礦營地 那我在想他第三個TC要開哪 他其實這個地圖看起來蠻爛的喔 沒有很好 要開的話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然後右邊還可以伐木 再稍微圍一下 或是直接開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繼續往左開TC 那天空熊這邊騎士騷擾躲到了邊邊角角 然後等MBL的兵稍微離開之後 稍微回頭 結果家裡還是有生魚在防守 少量生魚加上少量的老鷹 直接硬扛 但是騎士傷得太高還是扛不太住 找到了一隻騎士 還不錯 但是殘血的有點可惜 這個騎士沒有收掉有點可惜 跑掉了 三隻老鷹也是拉到上方 兩邊都是打一個偏龜的 那我覺得MBL現在是挺有優勢的喔 現在遭到這麼多騎士 然後稍微再拿一下 將黃金爆挖一波 所以再補個採礦能力 增加一下這個採礦的距離喔 村民就不用這樣子從這邊繞回來 然後放TC或採礦能力喔 為什麼有時候會放雙採礦能力 就是這個原因喔 有些觀眾 對世紀帝國不瞭解的觀眾 會覺得說 為什麼成人中心要 蓋那麼多個阿 或是採礦能力要蓋這麼多個 最主要是 支援採集效率的問題 所以才要放那麼多個 但只放同一邊也是不行的 要正面跟前面跟後面有各放一個 那這個採礦能力 有點遠喔 可能剛剛這邊是圖一個的關係吧 所以才能放這裡 好 好 那MBL這邊補下了神聖思想 這裡大概有五六隻僧侶就可以前壓囉 它這個僧侶是可以直接 暴斃天空熊的 天空熊這邊其實數量其實不多 14隻還不夠多 那如果 天空熊有靈性的話 這邊應該會補一個輕奇兵的升級喔 看到這麼大量的僧侶 補一點輕奇兵 是有好處的 好 這邊直接遭翔 拉走 唉 沒有辦法 看到聖哩還是這個啦 但是天空熊這裡也準備了聖哩 好 直接應召掉了一隻騎士 但MBL直接滴掉了一隻 欸這個要滴 來不及滴走 完蛋了完蛋了 天空熊這邊騎士爆 爆上癮了 這邊騎士要第一時間衝去打後放聖哩 聖哩趕快砍掉 繼續往前補 趕快去打聖哩 但聖哩已經點好了 救贖思想跟宗教狂樂 血量來到了五十五滴血 坍度十左 招翔的成功率又再大幅提升了 好兩隻騎士繼續砍 這兩隻騎士一定要繼續輸出聖哩 好下方這裡也是 聖哩也就要繼續打 OK 雖然砍掉了MBL大量的聖哩 但自己的軍隊也是損失慘重 因為被招翔太多了 而且這些老鷹跟騎士 也是一直瘋狂輸出 造成天空熊第一波的前線 沒有達到非常好的一個戰果 反正是又被打了回去的感覺 好那目前聖哩術也是 輸對手MBL15吋左右 說明差距也是差距蠻多的 MBL這時候補下帝王時代 3TC速帝王 這個是我們常見的看到的高蹲戰術 那為什麼老鷹會這麼強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出那麼少量的老鷹可以擋住 然後加升旅 然後因為省下很多弱的關係 因為老鷹不太需要弱 所以這個帝王很快就可以升上去 然後速建立一個城堡在前線 然後巨頭開菜 這是老鷹國很強大的地方 即使不前面 直插這個城堡出巨頭 直接速升帝王 然後升到這個精銳英勇士 然後三級房下去 老鷹飛一個農田 直接爆開 這個打法是 很常見的一個 策略 但是天空雄這邊居然 想要再往前前置插塔 插這個城堡 這邊看一下大戰 這一波少量騎士 配上正面的 老鷹 還有後面的聖哩補血 MBL正面打得非常好 應該是能扛住這一波 這個騎士血量差點被拉回來 補了很多刀 天空雄這邊 蓋城堡不成 直接被逼了回去 這裡一來一往 天空雄已經蠢屍了 這一些村民的採集 支援的時間點 哇 而且還被殺到幾村 看來這波直接倒了 這有可能帝王勸退喔 看到MBL上帝王 天空雄可能就要投降了 這個沒救了 太難了 太難了 天空雄誤判自己的軍力 打出了 絕絕 哇 這個 有點慘 有點慘 MBL這一波打得很不錯 生女配上老鷹的前壓 騎士也是一封前壓 那他的老鷹呢 跟生女都沒有斷過 都是少量少量的出 慢慢累積喔 然後硬生生的點上帝王四代 勸退了天空雄 那天空雄這一波出台時間 還算是有一點點晚 但他會那麼晚出來的原因 只是因為他前面那一波 有第一波打輸的關係喔 也不算打輸喔 算五五開的關係 所以導致自己出門時間偏晚 不然他這個出來 再更早一點的話 就有機會喔 當然沒有辦法 阿茲德克就是這麼強 四個軍營 產的速度又快 然後老鷹可以一直封款按 帝王四代一號 老鷹飛進來 他根本擋不住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天空雄這邊拿下石頭勝利 但是垂他都輸 看到了沒有 這個就是阿茲特克的 強大的經濟實力喔 黃金贏了快要一倍 食物贏了快兩千 木頭贏了三千 整體來說 看起來還是阿茲特克喔 有點略勝一籌的感覺喔 這個經濟力量 那希希這邊打手指甲是沒有問題的 打這個騎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對方出這麼多生魚的情況下 可能還是要派出一些刺喔 這個肉馬去硬抓才對喔 不然這個騎士打生魚沒有額外增傷 而且用月龍被招翔的情況下 感覺要反之還是有點硬換喔 換到後來感覺沒有很賺喔 反而是MBL用這個生魚抗住很多傷害 然後用這個老鷹去旁邊輸出 然後這樣省下一堆吃券 點下地龍吃刀 這個是蠻好的一個策略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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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有數記憶可以 聊天 berries 滑 眼淑 我們到這邊 把眼淚 跑道仔 我們到這裡 我發現 我們每次给你